大家好,我的名字是玛丽丽,我今天想感谢我的爸爸每个星期帮我做中文作业,和我爸爸妈妈在家每天跟我说中文,所以不会忘掉。 我也想感谢我的手机,每次考试都帮我翻译很多我不认识的字,谢谢。 你好,我叫张思文,我要谢我爸爸妈妈送我去中文学校,因为帮我很多,做作业,学作文都很好玩,我也可以跟我一年男人说话聊天,谢谢。 大家好,我叫徐凯迪,我想谢我的妈妈和爸爸让我去中文学校,和每个星期天带我来,我也想谢我的外公和外婆在家跟我说中文,和帮助我复习和做作业,我知道中文是一个很有用的语言,谢谢大家。 大家好,我的名字就是学生成,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带我到中文学校,学中文,所以我可以跟我一年男人谈话,感情,谢谢。 大家好,我的名字就是姚苗苗,今天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和爸爸整天在家里说中文话,所以我可以跟他们学,我也要感谢我的家朋友,因为他们有时候带我去中文学校,所以我可以学习, 我要感谢中文学校,因为没有中文学校,因为没有中文学校,我就不可以说中文话了,谢谢。 我叫Yashan,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每个星期带我来中文学校,也在家里帮我学中文,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们,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帮我学中文,谢谢大家。 大家好,我叫李天慧,我想谢谢我妈妈、爸爸送我来中文学校,谢谢大家。 大家好,我是朱里拉,今天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和妈妈每天星期前把我送到中文学校,我很小的时候没有,没有兴趣学中文, 但是我长大了,我现在了解了为什么学中文很重要 我回国的时候,我可以跟奶奶和爷爷说话 学中文还帮我上大学,谢谢 我叫我顾雨芬 我想感谢我妈妈送我来中文学校,交好多好朋友 我也想谢谢我朋友一起跟我度过中文学校,一起学中文 我也想谢谢我妈妈和爸爸每天跟我在家里学中文讲中文 谢谢 大家好,我叫王小哥 我小时候就一直很喜欢中文 因为我父母的朋友,我现在中文受得非常流利 现在我长大了,我对中文的信息就越来越高了 中文是一门很好的一堂课 因为它能让我学到更多知识 同时也能让我更加了解我自己的国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,我叫张成枝 我很忙,可是我很赡养学中文 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坚持来上中文学校 非常感谢我的妈妈爸爸一直都很支持我学中文 谢谢 大家好,我的名字叫全康宁 一开始我不喜欢学中文 但现在我意识到中文有多重要 我想感谢我爸爸和妈妈和老师鼓励我学中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